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大老虎 演播紫金 《明朝败家子》第447章 我徐晶回来了 众人目光又落在方济藩处 是啊 徐晶不像是靠得住的样子呀 只要是回物来了 多少钱粮要打水漂 想当初你方济藩可是拍着胸脯做宝的 尤其是李东阳 眼睛要杀人 回物来这形同于是诈骗 户部的钱粮啊 方济藩此事心里有些发虚了 案里若徐晶真的活着 人间渣子王不示好没有覆灭 那么徐晶大敌 应当到马六甲海峡就该回了吧 毕竟只是探路而已 或者说这是一次航行的验证 只要验证合格 就该回航了 可现在已接近两年时间了 至今还是一丁点音讯都没有 难道真的出事了吗 方济藩想了想说 想来 别说想来 就说是 还是不是 马文生 马文生被压迫的狠了 不跟方济藩扰弯子 方济藩最讨厌的 别人这等选择提了 而且只有A和B 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可包括了洪志皇帝 都如狼似虎的看着自己 这令方济藩觉得自己压力很大 他想来想说 我想是还是不是 方济藩说 是 是啥 方济藩硬着头皮 放心 徐庆男武方济藩最看重的弟子 重弟子之中 此人最是可靠 所以他一定会回来的 会的 他不回来 我 我愿 罚酒三杯可以吗 马文生的笑容 有些凝固了 起初 他听方济藩振振有词 差点笑了 可这不要脸的东西 他 洪志皇帝此时说 这大海之上 亡羊万里 谁可拍着胸脯 就敢保证的 再等一等吧 若是许晶再不回 朝廷再派舰船 致西洋大探 虽是这样说 可君臣们脸色 却不好看 当初是谁吹牛逼 吹的叮当响 只是陛下一锤定音 何况 这下海之事 还真说不清楚 或许整个庙堂 有无数能诚 可百年来的海禁 再加上对汪洋大海的刻意漠视 整个大明朝 对于大海 可谓是一无所知 所谓的宋元的古籍和资料 不过是有人只当作趣闻而已 以讹传讹之后 早已经是面目全非了 也只有徐家那等奇葩 吃饱没事干 祖孙数代 去搜罗和考证 那些天下人都漠不关心的古籍 因而 任何关于大海的事情 方济帆都觉得 他们是小学生 还是没毕业那种 昆宁宫里 张皇后轻轻损着鱼羹 她动作徐徐 显得端庄大方 放下汤勺 有眉间 带有几分喜悦 不错呀 果然奇先无比 难得后照如此费心呢 钟秀荣也惊饮了一口 微微抿嘴 说 幕后 这不是方济帆的学生打的鱼吗 嗯 张皇后直一笑 那你多吃一些 朱秀荣寒手点头 喝完了 我要赶紧做女工 张皇后微笑摇头 秀荣被她搁刺起了 钟后照的针线活 做得真好啊 十几种的针法 信手念来 缝出的衣服和女工 那都是工工整整 都会赶上宫里老支付了 张皇后 您是自家女儿 低声说 唉 真是女大不中流啊 幕后 你说什么呢 张皇后声音很轻 可朱秀荣终究听到一些动静 张皇后板着脸 没什么 快吃鱼羹 巴达维亚 这里的海域 海水格外的湛蓝一些 在这波涛之中 须经远远眺望 这一片爪哇国的领域 回城时 须经特意绕道到爪哇 这里也曾是正和下西洋 时的一条水路 虽是偏离航向 可这一带 王系作对这一片海域 格外的熟悉 不止如此 这巴达维亚 弗朗金人 已经建立了贸易点 须经决心在此登岸 他无法想象 王系作所在的王国 为何可以从万里之外 抵达这里 当他看到贸易点的时候 眼睛亮了 与其说是贸易点 不如说这是一个定居点 一座城市 他在王系作陪同之下 决心登陆 在王系作斡旋之下 弗朗金人只允许徐晶一人登岸 其余的武装人员和舰船 必须停泊在海湾 在这里 徐晶看到许多的海船 这些海船大小不宜 这所谓的据点 不如说是一座 坚不可摧的堡垒 堡垒用大石砌程 堡垒之内 有明显的武装 而在堡垒之外 则开始建设街道 无数的货物沿着港湾堆积 这里几乎有上千个和王系作这样的人 这些只是常驻于此的商骨 而根据王系作的描述 在这里 佛朗基的据点有许多 因而许多人会随船只来回穿梭 还有不少大型的舰船 将会循着大海船 至王系作的母国 前往那窒息之地 这里的土人 最是脚下 王系作似乎并不觉得 向徐晶展示葡萄牙王国的实力 有什么问题 他乐于如此 因为他很期待即将前往大明的旅行 有了徐晶这个亲爱的朋友引荐 他将轻松许多 或许有鉴于大明朝对葡萄牙王国的深刻理解之后 他们会愿意开放一处口岸 这就再好不过了 自己将成为开拓远东的大功臣 所以和他们打交道 寻常的沟通是没有必要的 最好的办法就是诱补他们的头领 先勒索他们财物 之后再将他们的头领杀死 趁他们不备进攻他们 他们愚昧无知和我们不同 徐晶只是微笑 他也能熟悉掌握葡萄牙语 甚至还和王系作的口中学会一些法语 在王系作的口里 法兰西语乃那一片极西大陆 所有的贵族都能使用这优雅语言为荣 王系作显然不是贵族 他是一个冒险者 可这并不妨碍他奔驰在装逼的道路上 居然也能磕磕巴巴学到法兰西语 而后这个带着伊比利亚半岛口音的葡萄牙人 教会了徐晶一些具有一比利亚口音的法兰西语 而根据徐晶的融会贯通 又将自己的无语某些特点融入进了这法兰西语之中 因而 当徐晶偶尔对王系作说起法语的用词时 王系作都能感受到一股吕颂汤的味道 是的 里头啥都有 徐晶站在塔尖之下 抬头看着那巨大的灯塔 他面色油黑了很多 皮肤中透着骨铜 再不是当初那个白白嫩嫩的书生 随着毛孔的粗大 整个人也仿佛焕然一新 他眼睛凝视着高塔 这是灯塔 是的 在夜里为船只引路 王系作接着笑吟吟的说 今夜就在这里休息一夜吧 这里有女人 寻寻多多的女人 有伊比利亚女人 还有几个法兰西的党妇 有爪娃女人 还有王系作眯着眼 目光悠悠的看着徐晶 还有一些黑色的 徐晶动心 双目之中透着一股难掩的欲望 深吸一口气 他摇头说 这里我也看过了 我们需要招募一些人 需要的是佛朗基人 我愿意花高价钱雇佣他们 告诉他们 只要跟着我到大明 不但会有丰厚的待遇 甚至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这一路来 王系作已经得到徐晶的许多暗示了 大明富有四海 遍地白银 他们的皇帝最是热情好客 往往会对待外来客们 给予丰厚的赏赐 关于这一点 其实弗朗基人在这里 也是从土人口中有过耳闻 王系作震惊之处在于 自己这位大兄弟 居然对女人没了兴趣 您真的不想留在这里 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不必了 许静淡淡地说 大明就在眼前 我只盼早一日能见到恩师 我出海近两年 生死未卜 恩师定义肝肠寸断 我只恨不得立即回乡去 让恩师知道 我徐晶还活着 真是期待呀 想到这里 这个乘风破浪的男人 忍不住又热泪盈眶 王系作明白了 徐晶那位恩师 他闻名已久 几乎每一次提起到 这位恩师 这个大明伟大的船长 便开始哭鼻子 虽然平时面对暴风 和海贼袭击的时候 他也凛然无惧 面如长色 我也很期待 能和您的恩师见一面 对了 还有我的恩师 喜欢各种植物的种子 这里 想来有不少 你们航海所带来的 许多种子吧 亲爱的王系作 请你帮帮忙吧 没有问题 我的好兄弟 王系作很愿意为徐晶效劳 跟着徐晶在海外漂泊这么久 他的目的 眼看就要达成了 他将成为先前者 步入那一片远东的黄金之地 想一想 他就很启动了 傍晚 徐晶登上了舰船 他站在甲板上 眺望着巴达维亚的灯塔 此时 灯塔已燃起熊熊大火 发着光 千万的星辰之下 徐晶没有任何的表情 恩师 自己即将回来了 带回来无数的宝货 还有一路而来 数十国的使臣 有无数前所未见的种子 还有从各地招募来的人手 我徐晶还活着 恩师大恩大德 而我徐晶也绝不相忘 泪水已是模糊 徐晶思思抠着船舰 指甲在船板上 抠出了一个淡淡的痕迹 我回来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败家子 作者 上山打老虎 演播 此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